大家好 我是愛原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原神4.8 故事死於無語的森林西木蘭卡任務 故事死於無語的森林 來到奧姆德城這裡 請跟我說對話 好接著我們被傳到一個新的地圖 西木蘭卡 然後我們直走 小地圖上方 4.8版本的海島限時地圖 好對完畫之後呢 來繼續跟著任務執行走 這邊的話是有寶箱的 我們先不開 大家到時候回頭我們先把任務做了 地圖開完之後我們回頭來一起拿 好這邊對完畫之後呢 小地圖上方 這裡有個傳送錨點 先開一下錨點然後繼續跟著任務執行走啊 好這邊對完畫之後呢 這邊對完畫之後呢 是接到兩個活動的任務啊 這個我們先不管啊 我們繼續 對完畫之後呢 我們先去連動劇中 西方向地圖左邊 好這邊對完畫之後呢 點旋轉管道 轉一下 然後右邊這個位置 也轉一下 好這兩個連通之後呢 來左側這裡 旋轉一下 好這邊的話你把它轉成這樣子 橫著的 轉成橫著的然後我們來到右側這個位置 點下來讓魔水流動吧 然後跟著它往前走 等它通過這個管道之後 我們再給它旋轉一下 等它通過 好通過之後我們來點擊旋轉管道 給它轉 轉成束著的 它就可以通過來了 好 這邊會有寶箱可以開一下 然後對完畫之後呢 小地圖左邊 小地圖左邊啊 西方向地圖左邊 好去到下一個人物提設地點 好這裡可以 跳上來 小地圖左邊 好這邊斷畫之後呢 來這裡點開始演奏 然後我們要根據它的這個節奏 來進行跳躍 然後 按F 從左往右 2 3 4 我們是最右邊那個青蛙 4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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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跳 對 我們控制最右邊那個青蛙 我們最後跳 就是它從左往右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根據前面的這個 伴舞的這個節奏 然後來跳 我們注意觀察下面這個 哎 前兩個洞了 然後兩個 這樣一起跳啊 好這邊跳錯了 好這邊跳錯了 好現在要跟它旁邊一起跳 好就OK了 好這邊 小地圖左邊 在我們旁邊還有一個這個 矛點開一下 然後最後一個地方 這的話我們直接跑過去吧 小地圖上方 剪這個花的話可以跳得更高一點 這邊的話我們按下T鍵 就可以拉動它 然後對著左邊 鼠標左鍵 點一下然後就可以拿到這個橘子了 再來到左側這裡 再按下這個鼠標左鍵 然後就給它放上去了 好然後我們再按T鍵 好來到左側這邊 好按下鼠標左鍵 這邊的話我們來到左邊 把這個橘子 你調整一下它的高度啊 調整一下它的高度 然後給它放上去 然後 好這邊我們按下T鍵 然後我們站遠一點 站遠一點 它脖子就會伸上去 伸上去啊 我們調整這個遠近的距離 伸上去之後按下 左鍵 然後這邊拿下來了 然後我們再離近一點 離近一點然後來到左側這邊 給它按下左鍵給它放上去 右邊這邊拉過來 拿一下然後來到左側 離近一點 然後放上去 然後再對著這個 我們稍微站遠一點 讓它脖子伸上來 拿一下 再往前 好打到左邊 現在按鼠標左鍵給它放上去 好接著我們要去到這個小屋 我們現在傳到右下角這個小行星標 傳做矛點傳過來 接著呢過去 過去 好這邊對完的話之後呢 從這邊落下來 然後我們剪一下地上的這些 嗯 草啊什麼的 你這邊東西剪完之後呢 最後一個的話在這個 小迪圖右上角這邊 這邊有一些小怪 然後這裡有兩個月蓮 你總之把這邊東西全部剪一下 然後就可以完成了 再交任務 嗯 好這邊對完的話之後呢 左邊這裡 信 把魔法藥水給它 好這邊對完的話之後呢 來點任務最終 撒地圖左下角 好了這個任務就做完了 拜拜